今天来新兴合成的毒品种类 和包装推成出新的 做成我国当前新兴毒品的滥用 吃到的年龄成年轻化 药营和古丽获取不远 请少年因为精熟、低迷、好奇心 或是受到怂恿而误触毒品的 心情低潮时,更加容易遭受环境的优惑 也因此新兴毒品行为遭遇的隐忧 竟然减化繁毒艺术对青少年评优的重要性 并需要证据新兴和混合性的毒品危险性 同时,我们要看到很多游走法律边缘的成员物质 对青少年族文的造型很大的影响和尚爱 因此,将后想跟新的独聘成员物质的族行以外 我们竟然是要了解绝缘 才能、社会、融合的 和主旗飘边成员 卫生极章西宜林地鼠标识 所有传国的伙伴 有这样的东西其实蛮好的 因为过去我们要 刚才童童有说 如果真的要找学子来验毒品 其实蛮多的反作用 那也不能贸然形式 有时候学校方面、家长方面来反对 那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柿子 来去找希望像我们做防疫一样 然后快塞的方式去把它塞出来 然后之后再转介给我们读房中心 或是我们的卫生局做医疗专业的介入 包含阶段、包含之后的防治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 所以一样我觉得有新的武器 可以让我们在毒品的防治方面 更加的一个有利 而不像过去一定要把它 把他们要很正式的要去验 要什么 其实会有很多的反作 对社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 所以我说现在台湾 一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科技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我想读房中心一定会更努力 来发分这个市值的一个最大的功效 来把我们这个青少年跟毒品能够一个远离 那目前我们也在做另外一个计划就是 我们跟教育局跟社会局合作 在我们学生方面 因为自入性行销 让小朋友一直有受到这种 什么是毒品 毒品是不好的东西 一直像我们那个防疫的宣导一样 把自入性 那我们现在开始也在示范全市的小学 国中小学都会做 所以我想说 基于这样的一个双管旗下 我想台南市的青少年一定会远离毒品 这是我们很盼望的一个事情 以上谢谢 非常悠久 那从81年至今 那各位长官贵宾 从这个历程中 刚刚我剪接的历程中有看到 每次的活动都是我们本协会的志工 理事监事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打拼 那我们上司他为社会的付出 他不求任何的回报 他的底面就是慈悲集合大家的力量 为社会做供应 那本市除了建血经会之外 还有街友之家 那在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佛祖请吃饭 那请吃饭的地点 除了东东烟味场 还有锦霞楼 还有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中心 那在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会关怀街友 那上司做这些事情 原则上他就是要把犯杜绝 社会上所衍生出很多的社会问题 那我们进血经会 在上司的发言之下 也这样子成立了 那在立正的理事长 包含就是在场的李敬青理事长 还有李克敏理事长 还有大雄师兄常务监事 还有监事事前师兄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在每次举办任何的活动 其实都是非常的精心 但是在他们独私的奉献 才有我们今天的一个捐赠仪式 当然在此也要感谢 我们本市的蒋洋慈善基金会 蒋洋慈善基金会在这一次的一个 就是贩毒危机市值的捐赠 基金会他捐赠了200万元 那200万元是可以买集合的危机市值 跟各位展官跟闺蜜报告一下 一盒危机市值将近一千块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这可以彰显出我们反毒的决心 那为什么要反毒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在一次在跟那个当事人的谈话中 他突然跟我讲说 律师我现在受不了了 我说为什么 他有点想要尿尿 那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他说他今天忘记把我尿布 他是一个三十岁的小姐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说他在念书的时候 拉K 他不知道拉K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他只是想到说 拉K之后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超人 他忘记所有不愉快的一切 他的身心都得到了提升 但是 要效过之后 他 又回到沮丧的心情 每一次每一次 他的要效 他的使用量就越来越多 导致他的身体附和不了 也因为这样 他不得不保妙部 那他说 这次在什么时候发生 是在求学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校园推广 唯有从校园给我们的下一代 一个反读正确观念的教育 才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 对毒品的认识 而且坚定拒绝反读的心智 这样子才可以避免 心心如瓶 在入侵校园 在所有的公益活动当中 不仅都喊本会社会上 也有很多的一个反读的团体 但是本会的志工 我们都是一脉的传承在传承 可能我是这届理事长 下一届可能就有更优秀的人才会出 本事本会就这样子一直传承 反读的决心也是透过传承的火炬 一直传承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亲自共同 跟各位一样见证 我们格马格居建影捷径会 这个反读危机市值的捐赠 当然我想蛮多好朋友 都已经 还有李清琳景正坚 感谢 蛮多好朋友都已经 这个表示过 其实反读工作要从小开始 那鉴于现在毒品的使用 这个一直有年龄向下延伸的情形 那我们如何去遏止这个状况 变成一个 不管是政府机关 司法机关 还有民间公民团体 面对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那我想现在大家说 有没有使用毒品 每个人都说没有 但是过去可以剪头发 厌尿或干嘛 可是事实上是对人权的保障 是没有办法让你用这样子 所以一种非侵入性的 不从你身上拿到 这个生理的真相 就是说用这样的试制 我觉得是 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当然 对于毒品的使用 从过去跟现在法界的看法 已经从犯罪者变成一个 需要社会帮忙的人 至少是初次使用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 让孩子能够在 或是说毒品使用的人 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被找出来 然后在我们警察局 有溯源的计划 可以找到他的药头 甚至找到上游的供应者 那社会机关 社会局有辅导的计划 交易局有辅导的计划 共同一起来 把这个人拉回来 挽救回来 这点是一切都要靠这个市值 作为第一个 作为第一个可以找到的 所以非常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我们格马克居建议协进会 非常谢谢我们蒋阳基金会 也谢谢坎南地方法院 跟坎南地检署 谢谢我们市警察机关 设政机关 跟卫生机关 各位好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 还有现场 谢谢蔡晓薇议员 来来现场 谢谢 希望各位大家 我们攜手一起并进一起努力 谢谢各位 谢谢 台湾市政府独聘危害防治中心 联书专业信息留言 政府专业的个管书提供 给予资议新的来用也全程报名 台湾市政府独聘危害防治中心 关心理 以上是答案问的 我们现在怎么机关 вс 我们资议走 我有方便